我們現在來看到是盧本師 是比利斯的畫家 事實上所有看到的東西 就是比利斯的畫家盧本師 盧本師生活在16世紀 當時是受到非常大的賞識喔 是比利斯的宮廷的畫師 還有所有的工作室的畫師 比利蘇國家能夠幫忙 非常的漂亮 這個盧本師呢 在一個博人家來做協助 他有受到一個正統的教育 盧本師精通多州演員 母親的安排下 又從事到國家畫廊的部分 21歲得到安特衛普的畫家得獎 正式的畫面 在1600年 盧本師前往義大利繼續做畫 盧本師 這是有一個古人畫家的部分 非常的特色 盧本師跟米開朗基羅有合作過 盧本師的畫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不容易 歐洲的皇室 像盧本師的定化 盧本師的繪畫動感 非常的彩色 非常棒 盧本師的社會關係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有外交跟民眾都合在一起 跟政治關係非常好 盧本師的政治關係非常好 很棒 盧本師大部分的話 大部分就是在看到中將 還有包括神話故事跟人 很漂亮 盧本師在歐洲上的社會 受到非常的活躍 他是巴洛克斯畫的代表 有巴洛克斯的風格 強調運動、顏色跟感官 還有包括宗教改革、人像、風景 還有包括神話、預言、歷史 盧本師非常有名的 現在可以看到這紅色 這就是盧本師的畫作的代表 這幅叫做盧本師大天使的國度 旅行一見新自己、幸福新世界 小編Steven為您介紹 拜拜